減費回收的文化 在很多先進的城市都已經是扎根多年的 香港是需要努力去追上 推行這個垃圾收費 用新方法來推動減少垃圾和分類回收 是我們香港特區推廣減費回收文化 建設我們生態文明的重要一步 大家如果都是用指定袋包好垃圾才棄置的話 香港亦都會更加的整齊乾淨和衛生 這個星期我見到社會各界對於垃圾收費 都有很多的討論 亦都提出很多的問題 有不少人向我反映 有很多市民都不了解垃圾收費是怎樣執行 和相關的細節 要成功推行垃圾收費 市民對於計劃的充分了解 和積極參與是十分重要的 為了幫助市民大眾 和相關的業界更加了解計劃 我向行政長官作出了兩點的建議 第一,政府是需要時間去向社會各界 更加具體地解釋垃圾收費 讓市民和各界可以清楚了解計劃的操作和細節 明白到市民需要做的 其實是很簡單和容易做的 所以我們會把垃圾收費的法定生效日期 改為8月1日 第二,政府會先行宣示 我們會安排政府部門和不同的樓宇 4月1日開始先行宣示 讓市民見到垃圾收費的真實操作 而不是單靠我們抽象的解說 計劃的實地操作會起到一個展示的作用 我們透過實地展示來做宣傳教育 可以幫助市民更加容易清晰 了解垃圾收費的操作和細節 對於政府來說 先行宣示也有一個演練的作用 幫助我們在預先理順執行和合期上 或會出現的各種小問題 對政府來說 這次是一個創新和對市民負責任的做法 會幫助香港更順利地推行垃圾收費 更好地推廣減費回收文化 和建設我們的生態文明 行政將官十分支持我這個建議 並指派了政務司卓永興副司長 協調政府跨局門間的合作 跟著星期一 二十二號 我會就這個建議 諮詢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之後我們團隊會按法律程序 修改生效的日期 亦都會聯絡政府部門 統籌安排參與四月一日 開始的十對展示和演練 謝謝